可以改行 開始研究明治維新委 做事文維新委 那只想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志成 那 我過去從2012年開始在京都大學留學 那我念的一直都不是歷史 而是法律 那一直到去年我結束了京都大學的工作 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特作研究 也是學法律 所以我今天其實跟在場的大部分的各位 應該有同樣的背景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歷史的專業 可是作為一個門外漢呢 怎麼樣來欣賞這本書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 還是要感謝川導真老師和林承惠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次的翻譯的工作 那作為一個歷史的門外漢 雖然我自己認為我是一個日本的歷史宅 我相信蠻多台灣人也都跟我一樣是日本的歷史宅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選擇京都大學留學的原因 因為京都是一個一千四百年一千六百年的這個日本的古都 所以 我就是說在留學的過程中 每天走在京都呢 感覺就是走在那個大歷史之中 那如果我是歷史宅 很喜歡這個大和劇啊 很喜歡這些關於日本歷史的動漫啊 影魂啊這些 所以你每天都覺得說走在京都城內 你的小宇宙都一直爆發 比如說我就每個禮拜都會去那個龍馬被斬殺的那個 那個地方吃壽司 他現在是一家百元壽司會的壽司 可以推薦下去 那還有就是什麼 比如說新玄族啊 池田屋這種地方 所以說京都其實是個很幸福的地方 比如說你滿地都是歷史 那在這樣的環境下面 做一個歷史宅 然後 進一步的能夠有機會去接觸一個真正的 就是所謂日本歷史研究這樣 對我來說 在交付的 在這個作為所謂的 國族神話 或者是說 流行文化 把歷史變成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的 這樣的一個熏陶下 在交付去看真正 一個 所謂日本的權威的歷史學者 怎麼去看日本的歷史 我覺得這本書它是一個 我相信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入門書 就像林老師講的 你不可能找到在日本有一本 短短兩百頁的這樣一本 這麼精簡的書 然後你就可以去 快速的去了解 從過去一百五十年來 所謂的默默也好 明治為經 一直到今天這個 日本作為一個 對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 周邊的臨近的國家 這樣的一個 一百 將近一個半世紀的這個大歷史 那我覺得 這是一本非常好的媒介作為入門 所以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很喜歡去日本玩 我相信 應該大家都很喜歡去日本玩吧 因為去年 台灣人訪日的數字是 我記得是四百六十萬人次 也就是說六分之一的日本 簡單說就是六分之一的台灣人 去年去過日本 所以應該 我相信這邊在場的大家 應該半數以上應該 去年 去年一整年有去過日本的 請舉手一下 所以這邊 去的十次就增加平均數也有可能 對不對 四次以上有可能 有去過的話 就大家太敢舉手 你應該說去過五六次的人 那就很多了 對對對 大家都太客氣了 因為其實我在其他的場次 有類似的這種座談的時候 我就說去年去過日本玩的舉手 幾乎大概真的就是 八成九成以上舉手 對 所以 我相信台日關係 非常的接近 那大家必須 要更了解日本 從 就是說單純的台灣人 喜歡日本 喜歡日本的文化 喜歡日本的歷史 到 變成一個真正的所謂的 知日家 因為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更深層的去透過這本書 去了解 今天的日本是怎麼樣的形成 日本 他在作為這個 亞洲 這個所謂 大陸的亞洲 和海洋的亞洲 這個所謂的 中間地帶 地緣政治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怎麼樣去 有他的立場 怎麼樣去看待自己的國家 怎麼樣去思考 過去一百五十年代 各種各樣紛紛擾擾的歷史 去追求這個國家的最大的利益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日本過去是怎麼樣的犯錯 怎麼樣的 因為 因為犯了嚴重的錯誤 所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格的美國 那這個國家變成一片焦土 那我們又看到 日本過去 在怎麼樣在戰後 從一片殘破的過程之中 一下又變成 所謂的世界第二大國 雖然現在又變第三大國 不過 這有非常非常多的過程 是很值得我們透過這本書 非常非常地 briefly去可以去了解日本的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 單純就我自己而言 我雖然同樣 同時我是歷史宅 也同時間我也是 國際政治宅 比如說現在那個 比如說美中貿易戰 我覺得每天都很開心的 就是想要拿著雞排 珍奶在旁邊看 就是美中關係的這種發展 那當然日本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在今天日本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 特別是對於台灣而言 日本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那 我們談到國際政治的時候 嗯 一般人通常是所謂的就是 物理看花 大家每天看著這個 國際的新聞不斷的上演啊 花瓜 日本又常常打到說 日本最好又要修憲 好像又有很多人擔心 日本是不是要變軍國主義的國家 這個可能是台灣的媒體就是 那種談話性節目很常在 在周而負責的講這個話題 不然就是說 比如說最近這個日本的 一艘所謂的護衛艦 很大的這種直升機護衛艦 叫出雲號 最近是不是要改裝甲板 讓它變成一個航空母艦 那這個航空母艦的存在 到底為什麼會跟日本 今天這個國家的狀態 有這麼大的抵觸 因為日本的憲法 它是一個所謂的 放棄戰爭的憲法 日本不能擁有這種 攻擊性的武力 日本只能擁有所謂的自衛隊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必須要 透過一本非常入門的書 去了解日本過去150年來 特別是所謂的戰後 因為戰後是我負責的部分 在戰後你是怎麼樣形成 今天日本這個國家的樣子 那事實上 我剛好今年在哈佛大學的 甘乃迪學院修了 盤拼的一個課叫做 國際戰略 甘乃迪學院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說他有蠻多世界各國的領袖也好 或者說美國的政治家的一個養成的搖籃 那這一門課很有趣的就是說 他在教這些甘乃迪學院的學生 如何去作為一個所謂國家的領導者 或者是說企業的領導者 你去判斷一個國家的國家的戰略 那事實上他有點像是就是說政治 政治人物的MBA也好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他非常不理論化 他用的東西是一個實作的過程 也就是說他會教學生說 那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或者說作為一個國家人民 你怎麼樣去看待自己國家的國家的條件 國家的條件是什麼 地理上的條件 科技發展上的條件 你國家的產業在整個世界的產業裡面的條件 你的人口的條件 你周邊有什麼樣的國家 有什麼樣的競爭對手這樣的條件 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你怎麼樣去思考你的國家的目的 那要用什麼樣的手段去達成國家的目的 國家的目的我相信 大部分的國家的目的都是很相近的 維持所謂的 如果就民主國家也好 比如說我們台灣也好 維持一個國家所謂的自由民主 繁榮安全 乃至所謂的獨立 這個獨立當然並不一定 並不一定像是 政治上的declare independence 不一定是宣告獨立 而是經濟上的獨立也好 實質上的政治獨立也好 在追求這樣的國家的目的的過程之中 你有各式各樣必須要去考慮的因素 那這些因素事實上 在千百年來不會變化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不斷的去透過歷史 正面鏡子去照射自己 那這本書很有趣的是 我覺得從默默的明治國 從默默一直進入明治維新 那從明治維新又進入一個擴張主義的過程 最後在太平洋戰爭失去了 日本的國家地位 變成一片廢土 那又從這個過程 重新去面對國家的復興 那再短短的幾十年耐 透過的高度成長期以後 又成為今天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近代國家 那這樣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覺得可以 我就非常有趣的就是說 過去一百五十年一個半世紀 日本兩次可以作為小國的參照對象 兩次可以作為大國的參照對象 兩次的小國是什麼 是明治維新之前的幕末 當時的情況 他其實跟現在台灣蠻像的 就是說面對整個世界大局勢的變革之中 各種各樣的這個所謂的西方歐美國家 想要在這個亞洲的局勢之中 擁有決定性的主宰地位 那你一個夾在這個帝國的夾縫之中 這個前進代的農業的手工業的小國 他怎麼樣在這樣一個局勢之中 去邁進成為一個明治國家 他怎麼樣在這個國際關係的這個 鬥爭的過程之中 去尋找他的國家的條件和國家的地位 我覺得看的這段過程 其實事實上是對台灣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啟發 那第二次的小國是什麼 第二次的小國當然就是在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日本幾乎被美軍完全移為平地的過程之中 當時因為我們都是生長在戰後的這個時代 所以我們想像的日本都是非常的繁榮 非常的進步 有非常高的經濟和文化成就 可是事實上當時所謂的戰後日本是一片的焦土 那在一片的焦土的過程之中 日本是怎麼樣重新挽回他的信心 那當時日本那個戰後的首相 即天茂 即天茂他是怎麼樣去立定一個他的一個legacy 他的一個政治典範去引導日本戰後到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還有就是說 後來所謂的自民黨 我們知道自民黨在戰後有所謂的55年體制 雖然北岡老師在這本書裡面並不是這麼的贊成用55體制這個term去說 因為他這個大家可以就是細讀我覺得這部分蠻有趣的 但anyway就是說55體制的過程之中自民黨他是怎麼樣從一個戰後 其實就是小黨林立的這個兩制保守力量 然後曾經又成功獲得整合 然後透過綿密的這個地方政治的治理也好 跟官僚之間的關係也好 跟企業之間的關係也好 跟農民之間的關係也好 去重新成為一個長期統治的一個所謂的中間偏保守的一個能夠擁有長期執政實力的政黨 那我覺得相信其實這段歷史事實上也對今天這個所謂民主化以後 一個民主體制下面又擁有這個所謂以台灣意識也好 台灣認同為核心的今天的民進黨政權有蠻多的參考的可能性 那這是所謂日本在過去150年代兩次作為小國的這個 我覺得可以對照作為禁止的部分 那兩次作為大國當然就是說 在民主維新以後他成...